台湾蓝树是大型乔木树型开展优雅 业果均美且富于季节变化 是台湾特有树种 满足绿叶到开花 颜色由绿转金黄 结果石油转为红褐色 最后自塑果干枯 转为褐色而掉落 历经四色 固有四色树之称 主要分布在林口的主要干道 如中啸路、文化二路、文化三路、公园路及仁爱路上 每年到这个秋季的时节 那林口区有许多主要干道上面 台湾蓝树也刚好随着季节转换颜色 它叶子这时候都会转换成金黄、燕红等等 这个色彩缤纷 然后成为许多民众喜欢打卡的经典 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会前来拍照的经典 廖武辉区长指出 林口公园路上的中央分隔岛 就种植了一整排的蓝树 走在散路一地的金黄花瓣路上 就像走在金羽大道上 浓厚的异国风情让人感觉置身国外 民众在欣赏美景拍照的情形下也要注意安全 那在文化路和仁爱路也可以透过人形路桥 可以从高处来拍摄好的景点 那在这边也欢迎大家在秋季来到林口区欣赏台湾蓝树 调武辉区长表示市民朋友若要欣赏蓝树芝美 可以前往中校路公园路文化一路仁爱路这两处天墙 就可以登高一览蓝蓝树作果布满枝头的美景 记者虎萱林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